《專家開咪》 繼續回來這部份就是《專家開咪》 請到這位專家跟我們聊一聊 政府在搞夜奔分啟動禮 剛剛這個星期四就啟動了 接下來在旅遊或經濟方面如何推動 請來這位學者跟我們聊一聊 就是香港理工大學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學院的助理教授梁耀忠教授 Hello Daniel 你好 和Daniel聊一聊 逆後復償也有一個增長 但就不像預期般般刺熱 其實你怎樣看現在有關整體的 在旅遊或酒店方面復甦的力度 其實這個力度和我預計中是有點接近的 因為在疫情發生之後 無論是內地 因為我們其實在香港主要都是針對內地的遊客比較多 其實在疫情發生之後 其實內地的商業活動 以及特別是深圳大灣區的地區 旅遊的設施發展都非常好的 所以其實對於一些本身 可能有打算來香港旅遊的遊客來說 可能就變成了考慮深圳 或者其他的周邊地方會比較多些 所以就變成了香港在這方面的優勢 就沒有以前那麼高了 但是我們看到其實就剛才說 就是很多或者政府的評估 就是這個疫後復償方面的遊客的數字來說 似乎都是差不多 好像預計一樣 但是反而很多人發覺就是 我們出外的那個數字 似乎就比預期高很多 那這裏怎麼看呢 會不會在這方面造成 譬如說對香港在這個經濟方面一些影響 絕對有影響的 但是其實你問我 這是不是一個很驚奇的事 我就覺得不是的 其實你想想疫情之前 其實香港人有一件事很出名 就是每一年我們都花很多錢去做旅遊 但是當大家困在香港這麼小的地方 都兩三年的時間 所以在這個這麼短開關的時間裏 報復式去到旅遊 我其實一點都不驚訝 但是我看到就是 其實有很大的就是北上的 就是反而去深圳 那附近那些 就是比以前來說 那個數字來說 比感覺上 或者真的實質上 就是會超過大家一般的預期 在這方面 是不是香港吸引度少呢 因為香港吸引度 連自己本身都吸引不到呢 會怎麼吸引其他外來的旅客呢 其實就不是說 本身香港那個吸引度不高的 只不過是香港人本身有一個 真是出外旅遊的一個習慣 那特別正正大家關注的這段時間 是暑假 那可能有些家長都會想帶到一些小朋友 可能去到一些其他的地區去做旅遊 但是可惜的地方就是 我們本身就是香港的那個航運力 或者國際的航運力 都還沒有回復一個疫情前的水平 那所以當在權衡這幾樣東西的情況之下 那最比較相宜的地方 就包括澳門和深圳 那大家都很清楚知道澳門的房價 也都是很多香港的出境遊客 都會覺得是相對比較貴 那所以就反之就是 為什麼深圳大家都會覺得那個性價比高 那這個就是最主要的原因 那另外還有一個可能大家都分略了的點 就是其實當我們改善了我們的交通設施 我們本身是希望可以多些人下來 但是現在就好像有個情況就是 我們反而是送拖了人上去 因為方便了嘛 沒錯 就是譬如我自己都會搭高鐵 可能會上深圳或者去到廣州南站去做事 那的確比以往來講是方便了很多 那就變了是驅使到多些人 可能以往都沒有考慮過職日來回 那但是現在在這一種這麼方便的交通之下 那就可以促使到這一種的商業活動去到產生 那香港以往其實我們經常說 我們叫做購物天堂或者飲食天堂 那疫情過後 其實我們都仍然是說我們是購物天堂 那為什麼會被人感覺可能優勢沒有以前那麼好 那問題出在哪裡呢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對手 就是那個令到我們的優勢減弱了 疫情之前其實在內地的遊客心目中 就是覺得香港的那個服務質素 或者買一些奢侈品的那個水平 是處於亞洲區來講一個比較領先的水平 但是我想大家都知道在疫情發生之後 就是內地的政府都開放了一些地區 可以提供一些買奢侈品 或者是相關旅遊產品的一些稅務寬便 譬如舉個例子就是譬如海南這個地方 現在都有很多的內地遊客會轉移去到海南這個地方 去做購物 再加上海南這個地方本身就是一些度假村 還有其他一些旅遊設施 變成可以有雙重的誘因 就是鼓勵到一些遊客 除了在購物之外 都會有其他的一些旅遊體驗 所以為什麼就是在這個對手出現了之下 反而會令到香港這個購物天堂的優勢 就相對比較減弱了 當然啦 譬如其他地方 在這方面一些改善提升 我們在這裏都希望 我們要急起直追 另外就是說 是不是疫情過後 那個旅客來香港的模式有些改變呢 絕對會有 絕對都有改變的 因為以往可能我們接待的遊客 有一半以上是自由行 另一半是一間旅行團 現在以自由行來的人 很多都是曾經來過香港的 所以其實他們已經是對香港有一定的認識 購物對於他們來說 已經不再一個最主要的誘因 反而他們希望可能是 再來到香港的時候 會不會又看到一些更新奇的東西 或者我第一次來到的時候 可能我未必見到的 但是可惜的點就是 在疫情發生之後 香港在那個旅遊設施上面的改善 那個空間就不是說太多 我們就變成比較少一些的誘因 去到鼓勵一些曾經來過香港的一些內地遊客 給到一個更好的誘因 給他們 你應該都可以再來 但是其實可能大家看回報紙 或者看回不同的媒體報道 其實我們都有一些新的景點 這個正正就是不明白了 在疫情期間 我們又其實不是停了在那裡 例如包括了一些數客 安普斯 古工博物館 或者鐵路交通配套上面 我們多了团馬線 另外各景方面 由東鐵線、延線去到匯展站 這些整整都是在旅遊方面方便了 亦都多了一些旅遊景點 但是又為什麼 好像感覺我們又真的慢了 其實你剛剛提到的幾個點 譬如我以故宮博物館去到街 因為始終我們就算開關之後 都是以內地遊客為主 其實在國內都有一個 比香港故宮博物館更大的一個故宮 所以其實你以吸引力來說 故宮博物館可能對某些遊客來說 可能會是一個吸引的點 但是其實你說是不是真的很吸引呢 我自己心目中都有些懷疑 至於N Plus 可能會給到一些衝擊 給到一些內地的遊客 因為始終這些的展品 都不是那麼容易在國內去到展示 但是可能第一波來到的客人 可能他都是以購物為主 又或者是可能對於這些西方的文化 可能都未說很有興趣 我想需要一些時間去到教育 或者去到告訴一些遊客 其實就是香港 其實是一個 都依然是一個中西文化交會的地方 除了見到一些中國特色的東西之外 其實這裡都可以看到一些內地 或者其他周邊的城市 都未必可以提供到給你的東西 另外我也想提到一個點 就是雖然我們的交通的網絡 是發展得很好 但是其實我們想回 我們好像不是很把其他地區 或者一些不同區域上面的 一些特別的文化油 或者一些設施 是重新包裝 告訴給一個遊客 其實我剛剛都有提過 很多遊客都已經來過香港 但是可能他去的地方 都是限於尖沙咀 銅鑼灣 中環這些地區 但是其實在疫情發生期間 我們都有一些旅行社 去到發展了一些深度遊 比如去到離島區 或者一些比較舊區 比如深水埗那些 都已經有一些很成熟的深度遊團 但是可惜的點就是 很多內地的遊客 都未必知道這些景點 所以其實我相信 如果政府在宣傳上面 可能譬如是找一些內地 或者其他著名的網紅 重新包裝 將這些資訊發放到給內地的遊客 我相信他們都會對這一方面感興趣 這個也可以很靠法局方面去著理 推廣一下這些深度遊的內容 沒錯 我覺得我們香港 其實應該旅遊來說 可以很多元化 就不是過往 不是那麼單一 單一 講一下購物或者飲食 其實現在好像Daniel說 其實我們香港有自然保育生態 各方面其實都是做得很好的 這裡加上一些設施 就是那些有關 其實推廣一下 可能會令到更加多不同類別的吸引 更加多不同類別的遊客 這方面對香港的旅遊業 其實是有幫助的 就不要單一 我覺得始終都是這方面 是啊 因為這些就是 通常去旅行 大家都會希望可以看到一些 當地特色的東西 或者是其他替代品來找不到 正正香港就有這一方面的一些自然的資源 我們都有自己本身的本土文化 或者甚至我們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 其實這些東西都不是說 那麼容易在其他地方會找到 你自己看在文化的深度遊方面 我們其實在推廣上 我們都說了 我們可能有一些條件 其實政府有沒有什麼支援可以做到的呢 據我的了解就不是說很多的 以我和業界的溝通 我知道他們已經是開發了很多不同類型的文化團 但是你說究竟國內和外地的遊客 知不知道有一些旅行團可以報呢 據我們譬如去到不同的景點 去到問一些遊客 就似乎他們不是很清楚 我不可以掛怪政府的 因為始終這個資訊的收集 都是很基於遊客 在哪些渠道去找到這些資料 但是我覺得政府既然已經知道 內地或者國外遊客 比較多用社交媒體 或者網上媒體 他們應該都可能在這方面的著墨都要多一點 另外我也想問一下Daniel 人才方面 我們香港在這方面 譬如道賞 或者對這方面我們香港 怎樣去令到遊客更加了解 各方面的一些吸引度 這方面的人才配分 究竟怎樣配合呢 不如這樣吧 我們先休息一會 回來之後給Daniel詳細回應 好 繼續回來這一節就是專家開米 這節回來 繼續有這位嘉賓 就是香港理工大學 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學院的助理教授 梁耀忠的教授 你好 Daniel 你好 你好 剛才我們說了人力的問題 沒錯 剛才剛才說了 為何搞好旅遊之外 其實人才也很重要 在這方面 香港培訓 還有沒有足夠的人才呢 人才是有的 但是你說在香港做飲食業 或者跟旅遊有關的行業 其中一個大的問題就是 工時實在比較長 因為其實我們都訪問過一些 我們自己的畢業生 或者一些行業的勞工 他們都會覺得 他們的人工 跟他們當時付出的比例 就好像不是很高 所以為什麼 我們現在遇到一個 我們叫樽頸委 就是說我們有工 但是沒有人做 但是其實你說 我們是不是真的不夠人呢 其實有 只不過是那個工種 對他們來說不是很吸引 所以他們反而會去做一些 金融服務 或者其他類型的行業 又說做其他part time的工作 你看到現在都很多年輕人 又或者中年人 其實他們都未必是 做一份全職的工作 都喜歡各個不同的行業 可能這裡做幾天 那裡做幾天 這樣 剩下的時間 可以異於自己安排 沒錯 很多時候這些就是 雞同雞蛋 如果那個行業搞得好 那個前景好 自然吸引 那些人就投身在這方面 現在來說 如果配合 搞好旅遊 整體來說 在這裏 令大家看到 哇很有前途 也都有一個價值 在這裏 自然 我想可以吸引更加多人 入行 或者他本身是這個人才 可以全程去投入 沒錯 那今年 其實大家知道 政府都在迎候復常之後 搞了很多不同的活動 包括了 Hello Hong Kong Happy Hong Kong 計劃 分別都是針對外地的旅客 以及本地的消費者 但是通關之後 其實我們看到 始終你感覺上 這兩個活動 成效方面 我們暫時未知 政府也沒有說到 但現在也都推進 香港夜奔分的活動 也有啟動禮 已經開始了 全面配合去到明年了 你自己怎樣看 之前有兩個的計劃 然後再加上 怎樣推動情況 特別是前兩個計劃 那個成效是怎樣 我自己很難去到判斷的成效 但如果以那個攤位 或者商舖的種類來講 的確那個吸引力 就不是很夠的 因為始終都是一個 短期的措施 我想政府現在 就算推出香港夜奔分 希望帶出來的效果 都是令到那個經濟的活動 可以遲熱 還有市民是多些出現 現在去到完宵的 他們想著一連串的活動 是的 所以就是說 其實接下來的 香港夜奔分的活動 都一個關鍵的因素 就是究竟 有哪些類型的商鋪 或者商戶 會在這些攤位上 去到 將他們的產品 或者成為可以展示到 另外一個都幾關鍵的 就是其實昨天 寧副局長 寧副局長 都有提過少少的 就是那個租金的方面 因為都有一些媒體去到 問到究竟 那個攤位究竟 是會收一個怎樣 水平的那個租金 那麼根據寧副局長的 那個答案就是 對於一些NGO來講 他們就會可以 豁免了那個租金 但是至於 對其他一些 小商戶 小商戶 可能這個租金 對於他們來說 那個經營成本 都會有一些壓力 那麼大家都知道 如果那個經營成本 高的話 很自然地就會轉嫁 去到消費者 就會令到那個產品的 那個性價比 就未必會有那麼高 那就難一點去到 吸引到市民去做消費 旺丁應該會有的 但是你說旺財 這個可能就真的 要替回商戶那個定價的水平 不過你說回香港 無論是生活水平 以至租金方面的情況 真的如果跟內地比較 真的不能比 因為我們成本都是貴 但是如果從 不要比較這個價錢方面 香港其實有些什麼優勢 或者是產品 創新方面 可不可以做一些事情 令到那些遊客 可以留住那些遊客 我覺得文化上面 好像是有些著墨 就比較少一些 就是說你說 純粹單以零售 或者是賣奢侈品 或者是購物的話 我想這個很容易 可以找到一些替代品 但是香港其實本身 在每一個地區 都會有一些特色的地方 可以去到做推廣 譬如我自己本身 小時候住在遊馬地 佐敦 其實這些 有些店鋪 我覺得很多遊客都會購買 那裡是新舊共用的 現在可以說 沒錯 譬如旺角區 可能是某些地方 都有活化過的 其實這些對於某些人來講 都是一個挺好的打卡店 譬如現在遊客來到 可能最主要都是想去不同地方打卡 我覺得政府應該都要開發多些 這些打卡點 以文化作為一些主題 去建設一些深度遊團 或者一些團體 然後可以給遊客多些的誘因 讓他們再來到香港做觀光 這也是完全認同的 其實既然你知道 我是代表建築師 其中一件事 其實我們香港很多這些建築物 很特別的 很特別的 也可以在這方面做一些工作 推動一下配合旅遊 之前只是說 譬如我們那些棋棚 就是神功棋 其實可以結合一個設計 建築那方面 在這方面結合一個文化設計 和建築方面一次過推動 絕對的 也可以配合海濱 因為很多時候你看到 我們有些地方來講 在這裡來講 也是海濱 旁邊也有這些相關的空間土地 可以一次過做 那個吸引力不是自然大 在這方面 這都有賴 政府在這方面看寬一點 令到我們那個旅遊方面 正如我剛才講的 多元化 當然另外 也都有提 因為現在講大灣區 我們怎麼融合的時候 怎麼可以配合我們9加2方面 令到那個旅遊 更加多吸引外來的人 外來的遊客 這方面帶來的經濟效益更加大 我覺得 這方面你又怎麼看呢 我自己覺得 香港其中的幾大優勢 就是交通上面 那個便利度 很多大灣區的城市都不能夠相比 尤其是對外 沒錯 因為始終 比較多外國的航空公司 都會選擇 開發和香港連接的一些航線 所以其實香港 除了要開發多些自己本身的一些 一些旅遊資源之外 其實他們都應該要想一下 會不會將香港定位 成為一個大灣區的入口 所有會在外國來到的遊客 都會先以香港作為一個起點 去這裏就去了解一下 這裏的一些地方 做一些消費 繼而引導他們去其他大灣區的城市 最終都是回來香港去做出境 就變成在一出一入之下 就可以有雙重的便利和經濟效益 我覺得這個政府都應該要 在這方面去著名一下 長遠方面的發展 你自己怎樣看 我覺得政府需要和多些 不同的本地團體去合作 因為其實剛才借元和Grace 我們都有講過 就是說 其實我們本身是有很多的資源 但是可能在政府的角度 可能未必會知道這些東西 我們怎樣可以包裝 但是我個人就覺得 一些本地的團體 他們才是最清楚了解 當區的一些故事和文化 所以為什麼 我很希望政府會在 未來的這個年度 或者未來的這段時間 都會希望吸引多一些的 本地的團體去做一些合作 由他們去到起頭 去做一些文化團 或者發掘多一些的一些 旅遊的資源 當然其實我們區區都有特色 加上很多活化的歷史建築物 其實政府都可以加大力度去推廣 不要讓它浪費了 如果很多人都不知道的話 其實真的浪費了 最後都想問一下Daniel 其實怎樣看行業方面的前景呢 我自己是樂觀的 因為始終香港 就算以往我們都經歷過SARS SARS出現之後 我們其實都很擔心 可能旅遊業或者服務業的那個發展 但是我們有一些歷史的紀錄 都證明了 我們其實那個復甦的速度 都是會很快的 還有香港很多的行業 就算是零售 所有東西 其實都會和服務業息息相關 所以我個人不會覺得 會不會因為我們不夠旅客 可能整個行業會說崩潰 我不相信這件事會發生的 正如剛才謝議員所說 只要那個經濟的氣氛好 行業多了商業的活動 自然就會吸引到多些人才 去這些行業 和商店裏做工作 那樣東西最重要都是正面一點 我們作為消費者 可以多留港消費 另外也可以把這個 說到香港故事 向外地的朋友說出去 今天謝謝Daniel 謝謝 看看節目時間到這裏 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 謝謝 感谢观看